每年的5月17日,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与估计电联的成员一道举办庆祝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的互动。 今年,我呼吁所有人通过一起推进估计电联的联通目标2030议程, 这一全球的共同愿景,旨在弥合数字鸿沟和利用信息通信技术的力量, 支持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实现。 我请各位向全世界展示5G、智能交通、物联网、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新技术 能够以怎样的方式改善人们的生活,并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这些技术与最新创新具有推动人类进步的巨大潜力, 是实现每一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利器。 世界上尚有近一半的人没有用上互联网, 而且信息通信技术连接的总体增长速度正在趋缓。 实不我呆。 我们需要细调行动并加弹努力, 让人人都能与全球数字经济相连, 而且还必须知自己求, 确保已经联网的人们可以享受到安全可信的网络生活。 至此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之际, 以及新的十年开始之初, 让我们充分利用信息通信技术来加速社会、 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增长, 实现可造福普天下所有人民的可持续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